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过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常量 常量咱们都是介绍的是自己生理的常量 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学习PG过程中 常量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的 做项目的一个使用过程 也伴随着我们的一个学习过程 除了可以自定义常量使用 那在PHP内部呢 给我们自定义了好多可以直接获取的常量 比如说 妹子 我现在想获取数学中π的圆周率的值 对吧 那这圆周率的值是不是就固定了 对 没人把圆周率改变 如果有人把圆周率改变的话 那所有的一些数学计算的公式就可能全乱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获取到这样的常量的值 所以这是值就不需要改变的 它就做成了系统常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您建一个 task的PRT 我们打开它 看一下 比如说输出M下方线π 那M下方线π这个是一个常量没有道着弧吗 还是大写的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自己声明的吗 那就是PRT系统给我们提供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出出结果 3.1415926535898 是不是 那这就是一个系统 常量给我们打一个的值 对吧 像这样的常量 系统里边有很多 那有的时候 说高老师在这里边 一一给我们介绍出来 对吧 那咱们看的那个常量胆 上几课咱看的那个常量胆 那边 打那边是不是有好多呀 对 那只是什么 在咱们现在的环境 已知安装的扩展包里的 听懂吧 在PRT的每个扩展里边都有大量的常量存在 就比如说我们在查手册的时候 大家可以平时开发的可以总结手册 因为咱们是第一次打开手册看 PRT以后开发 当然会经常看手册 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去下载一个 我下载也就是跟咱们这个PRT版本 对应的一个手册 那这里边咱们可以看到 像扩展函数参考里边 每一个你点开都会有大量的一个常量存在 比如说我点开数学的扩展 你看 这里边每一个都有预定义常量 这里边它现在词里边没有常量 但是结构你看都有安装几些常量和函数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是不是这么多常量 对吧 再看一下数学函数里边预定常量 是不是这么多 刚才数用π 浪作的值 你看有好多对不对 这是我只点开的一个数学的扩展 那这里边其他的扩展里边也都会有很多 比如说咱们随便这里边你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一个扩展 你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咱们就是文本吧 你看 每个里边都有简介 安装配置预定常量函数 所以常量是查手册的一个和函数级别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当然没有函数过 对吧 都有安装配置常量 安装配置常量 对吧 当然有的是格式在这 但有的里边不一定有 对不对 你可以分别都点开看一下 是不是这些都有 所以知道这些常量的应用的意义了吧 对吧 所以系统里边除了自己定义 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常量 都是在后边用到的 当然了这些常量 1000多个或者哪怕是几千多个 那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记呢 我能不能记住呢 这个都不用着急 咱们常用的也就那么几十个 对吧 另外是不是还有手册帮助我们呢 咱们在以后学到哪个扩展的时候 比如说学发送邮件的时候 咱们就找邮件里边的 对不对 然后再看里边的常量 学到数学扩展的时候 我们就找数学里边的 在学里边的常量 这样去学的话 你才能跟你的实际用程式结合起来 如果现在把所有常量都列出来 学习是一点意义没有的 知道这个 那常量除了有预定的常量 那看一下我们手册这块常量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魔素常量 对吧 那什么叫魔素常量 如果看函数扩展里边的常量 那些常量值都是永远变不了的 就是固定对不对 而魔素常量它也是固定值 但是呢 会在不同地步出现 它代表的值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值是不能改的 记住值是不能改的 但是在不同地步出现 它就代表不同的值的 也就是值不是一个确定的值 就比如说 这个杠杠烂 它写在哪行就代表哪行的行号 那比如说我在这块 输出这个 它也是常量 这个常量值你是不能改的 对吧 比如说我写在这行 杠杠RINE 杠杠 对吧 那我输出一下结果 你看一下 是不是 那我现在再回两下车 咱们常量值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它在身处的 所处的环境不同 对吧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又回车 回车几下 是不是行数就发生变化了 这个值不是我用负值的方式改变的 对不对 它存在的环境是发生变化了 它代表的值是不是就不同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行号 10 那我刚才又回一下六下车 对不对 回了六次车 大概知道什么是磨速常量了吗 值不像刚才咱们那个派一样 是固定的 对吧 那不管是系统常量也好 还是磨速常量也好 系统常量一般的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它原来是大写的 你就必须大写 对吧 而磨速常量区不区大写 磨速常量 对它P2P开发比较重要 一共就这么多 一共就这么多 其中这个 这个看到了吗 和下边这个 都是在P2P5.3以后的版本加进来的 那咱们现在用的版本是P5.3 对不对 5.3以后咱是用5.4 如果大家你们用的是P2P5.2 2.G的版本 或5.1的版本 那你别用这两个磨速常量 你里边是没有的 那我们看一下 分别都代表什么 咱们介绍一下 后边我在这块 因为现在咱们刚开始学程序 有一些例子还不太好写 另外学的都是理论性的东西 也比较烦躁 所以希望大家能坚持一下 后边咱们这做项目的时候 这些都会用到 到那个时候咱们会详细的说 这个时候就新了解 有这么个东西 对吧 有这么个东西 后期用到的时候知道 这个是磨速常量 不知道代表什么的 过来查一下 然后在实际应用中 为你用到 你会更好理解这个东西 好吧 看这个刚才都用过了 代表什么呢 当前行 对吧 写在哪行代表哪行呢 这个 后期咱们做程序 是不是文件之间 会包含包含去 有头文件 有主体文件 有页角文件 对吧 在一个PP文件里 有可能包含十个PP文件 他写在哪个文件里边 就代表哪个文件的全部入境 而不随这个文件被包含 包含去的这些包含关系所改变 非常有用的 这个 这里边用的最多的 我用的最多的 就是杠杠派 后边有好多细节的东西 我都会用到它 再详细的讲 这个DR是5.3里边新加的 你看 就是文件所在的目录 上面是那个文件 所在的文件 就是把这个文件的什么 所在的文件的目录部分提出来 你用这个直接就可以了 在5.3之前的版本 没有这个的时候 咱们通常都用这个函数 通过这个文件 取出它的目录 但这直接提供了 是不是就更方便一些 对吧 这个是写在哪个函数里边 就代表哪个函数的名称 这个 然后这个呢 是写在哪个类里边 就代表哪个类名 对吧 不是说就代表一个类名吧 写在哪里就代表哪个 当然 只是不能改变的 这些都是 这个呢 写在哪个类里边的方法 就代表哪个类的方法名字 对吧 当然了 咱现在学函数了吗 学类了吗 学类中的方法都没学 所以这些你先了解一下 后边如果遇到的话 我会具体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那这个呢 是名字空间的一个 就是类的方法名 返回了该方法定立的什么名字 对不对 当前冰冰空间的名称 那后期呢 咱们会讲一些新版本特性 会大家讲名字空间的概念 到时候呢 我也会用到这个常量 所以这些都先了解一下 好吧 那现在这些呢 就是咱们系统里边 给我们提供的常量和预定常量 只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这些东西 对吧 后期咱们在学习的时候 会不能说全部用到 但常用的会给大家用到 这样的时候 大家再回顾了看 就会好一些 那 这些呢 咱们说了 学习 到后边 等咱们课程随着课程逐渐学习 后期呢 会离不开这个手车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通过到咱们的网站上 或者是跟随咱们的视频 对吧 里边的圆板包里边 我会把这手车都放进去 大家呢 也可以 获取这样的手车 或者到网上找一个最新的 当然了 你有可能下到是以前版本的手车 和这个呢 操作方法和功能的都是不一样的 还是最好找手车 跟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 是配套的 听懂吗 嗯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的微博 好 再见 by bwd6